哈囉,歡迎來到庫可實驗室 上一期我們介紹了NFT的種類 而其實在這些種類都會衍生出蠻多不同的應用 以及被動收入的方式 不僅僅只是從交易中買賣所獲得的收益 你也看到了非常多不同的類型 也不僅僅NFT只是一張圖而已 而今天我們要與你分享有一些可能 可以幫你帶來額外收入的NFT 走! 首先在這邊要先聲明一下 接下來今天講的內容 還有各種項目並不是任何投資的建議 當然如果還沒有了解NFT種類的人 可以在看完這支影片後在片尾的部分去補看 但當然如果想要做交易買賣的人 也可以在頻道內找找 不管怎麼樣你必須要先了解NFT流動性的問題 還有它是屬於高風險的 如果真的還想投入的話 自行研究該項目 或者直接到Discord群組與大家討論 連結一樣會放在影片的下方 就讓我們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第一種類型就是屬於會空投代幣給你的NFT類型 這種NFT只要是存在你的錢包之中 就會一段時間轉相對應的代幣給你 舉例來說 持有Cybercoins NFT不僅享有NFT本身增值的空間 也會每天產出10根香蕉給你 在這裡這個香蕉是代幣啦 Banana代幣 那香蕉目前一個是18美金左右 有沒有比真實的香蕉還貴呢? 那在全盛時期這個每個代幣則是到達122美金 也就是說如果現在來講 每天你可以獲得大約180美金左右的收益 而全盛時期一天可以達到1220元美金 而600個香蕉 你就可以拿去對換成一隻小的星星 用於就是Sandbox遊戲中使用 當然這個星星也不便宜 你現在的地板價格是7.3顆以太 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有其他的項目也會給你類似Sappy Seal之類的 但最重要的還是要看項目方有沒有要永續經營這個項目 所以我也會推薦 如果你要選擇這種類型的NFT的話 要去抓前幾大的去做投資 但也因為這一類型的NFT 會比較少在OpenSea上直接聲稱說 我們這個NFT會讓你有被動收入 因為這個是違反OpenSea上面的條文說 不能在上面承諾給予用戶額外的獎勵 那像是這種被動收入等等的這一類 你可以先去網站找找看 然後他們通常是直接會寫在他們的網站上 那當然也別忘了就是去了解一下他們社群的活躍度 那第二種呢就是最近很流行的板稅反饋類型 那這種類型會比較像是交易量有關係的 而不像是前面一個項目就是承諾說 你有固定多少代幣的收益 這類型則是把收到的一部分板稅拿來發放給NFT的持有者 舉例來說交易的板稅是10% 而板稅的一部分可能就是5% 是固定在一段時間內會發放給NFT持有者的 那這種形式就有點像是公司發放鼓勵 如果目前項目做得好的話 則收入也會隨之增加 舉例來講的話 我投的其中一個項目 Noir Duck 持有這1000鴨子中的其中一隻 每週就會把這個交易費給你 那因為沒有原生代幣 所以給予的部分都還是以Selana為主 雖然不多 但是算是額外的附加價值 算是一個蠻酷的概念 第三種這種收益類型 你應該不會意外 像我們之前玩DeFi币種直壓的概念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這次直壓的是NFT 這種類型的NFT基本上就和前面兩種空頭的給你一樣 只是它就是會需要多一個步驟 而多了這個步驟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就和幣種一樣 你只要直壓進去就是把這個流動性從這個市場中移除 那這樣子會讓持有者會長期持有這個NFT 而不是快速的在市場中轉賣 那這類型的收益通常都會掛鉤像我們等等要講的借貸類型 舉例來說你玩這個Critus NFT你會收到收益 因為是有人能夠去跟你租建你的NFT的所有權 來去生成他的收益 所以某種程度來說 這一類型的一小部分也是可以就是做貸款的收益 或者用大家熟悉的Exitfinity的獎勵 獎學金機式就是屬於這種借貸的收益方式 第四種要介紹挖礦類型就比較有趣了 這類型通常是背後會有一個礦場在支撐 而這樣子類型都是由礦場來發行的NFT 這類型持有後 項目方會依照挖礦的收益來做分發 只是比較有趣的就是 它不會像前面的代幣一樣 它是直接給你以太坊或者是比特幣 那這種類型的項目會有像是Blockchain Miners Club 還有Enigma Economy這類型的NFT 那有的項目會依照稀有程度來排行收益的多寡 也就是說越稀有的你會收到的成效會比較好 而如果不知道怎麼去辨別稀有度的話 也可以點選影片的右上角連結 我們在那一集會講解有一些外掛可以幫你直接顯示 那以上這些不同類型的NFT被動收入 雖然說是會有 但是在投入時你還要去了解一下 這個項目方在做什麼 那整個社群的氛圍到底好不好 畢竟你要投入金錢時 你要去了解說你到底投了什麼項目 有時候如果FUD過多會造成你有獎勵 但NFT本身的價格會跌出超過你收到的金額 所以你要想 這種項目背後到底有沒有任何作為 其實就跟省市一支新上市的幣種一樣 只是在於代幣的功能變成半收藏品 當然如果你投入時你的心境應該是要屬於 你花這些錢丟到水裡 這樣子壓力才不會太大 當然不要只看它的收益 你要要自己去想說 欸你到底真不真心喜歡這個項目 畢竟自己都不喜歡的話 喜歡的人肯定一定不多 當然講了這麼多被動的NFT收入之外 我們還是有一些就是主動的收入 像是我們上一次所提到的跑步的這個NFT 就是一個虛實整合的一個結合 那我們也會慢慢的去新增這個NFT的播放列表 那我們會把它統整在我們的頻道NFT播放列表內 那如果對這一類型的有興趣 可以直接到那邊去觀看 大家都有投入哪些有功能的NFT呢? 還是主要還是以交易為主呢? 在下方 與大家分享吧 當然如果有從這支影片中 學到任何知識的話 也請幫我們點個讚 並且轉發給身邊的好朋友 要跟大家討論的話 影片下方也有LINE群和Discord群 當然Discord群也幫大家準備了一系列的 免費新手教學可以去看看喔 那就到這裡 掰掰 請問一下